而大爱台小主播看天下的节目组 最近是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来录制节目 而在这个许隆分会 大爱幼儿园也受到小朋友的热烈欢迎 小主播和小朋友一同参与了 好话一条街的活动 手拉手来上街送敬思雨 而小朋友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要拜托小主播 阿弥陀佛 小主播看天下节目组的到来 让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欢呼雀跃 这次小主播子欣要体验幼儿园的课程 和小朋友们一起参加好话一条街 让爱传出去 学习马来语跟店家问候 看到小朋友们遇到拒绝后 仍然微笑感恩继续前行 这些都让第一次参与这项活动的小主播子欣 既新奇又很有收获 就刚刚被拒绝的时候 就很难过一下下 但是大家都还是觉得说 我们还有下一家不要放弃 为什么 你们都不会觉得很难过拒绝 老大把你拒绝我们吗 因为可以找别人再多一点 它就没有 没关系 是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 听给我们今晚一定是会这样吗 不会 不一定的 每个人听给我们时间听 我们都已经要说感恩了 利用午休时间 小朋友们还将他们写给师公上人的话 从墙上取下来 要拜托小主播带回台湾交给上人 我爱师公上人 因为你的爱可以传到全部国家 我可以答应你永远寻法上 感恩姐姐把我们的花送给师公上人 我们爱你 大海新闻蒋绍燕 林建丽 马来西亚报道